好市多热卖商品金蝉 硕化剂超标下架 妈妈宝宝都可以吃 顾可飞植物性DHA早油胶囊 强调不同于深海鱼油的DHA 没有重金属引油 这一瓶在好市多月销1200到1500瓶 不过有离职高层爆料 这热卖商品硕化剂超标 这个产品到我在在院的时候 这个产品其实从上架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他有一些在说话是超标的问题 我同时跟我们美国的公司代表 还有那边的大根草原市的作风 中文联络 企图想要改善这个问题 甚至一开始我想要知道 这个问题的环境在哪里 但是迟迟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他说这瓶DHA有两包装 分别透过全国维他命和易康公司销售 但两家董事长都是曾世文 登记地址也是同办公楼层 根据投诉资料显示 康世美2017年7月21日 发现P号UC160708的顾可飞DHA超标 第二次复验 P号UC160507的产品 硕化剂检验值5.2ppm仍超标 业者当时将产品全数下架 但同年十月 这款产品竟然出现在屈城市架上 实际走一遭新北市多家屈城市 架上确实有这款硕化剂超标的顾可飞DHA 送去SGS检验 硕化剂检验值为26.55ppm 是标准值的5倍多 而且这批货已经送到全台13家 好市多贩售 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会随机去看第三方检验的报告 这一批我们过去其实都有看到 那确实是只有这一批那个厂商它有疏失 我们是11月1号的时候 报官进口这个产品 这个P号的产品 11月13号我们就出货给好市多 因为好市多的货是接得很近的嘛 那我14号你看到报道是14号 14号我收到了检验报告 17号营养师把这个报告 email给我们公司总经理 可是提供出去了之后 坚信就没下文了 没有人follow到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部分的管控 以前我们都在营养师 我们有定一个作化剂 每日的耐受量 这是叫TDI 胶囊定创食品 现在好市多已全部下架 不过食药属药茶 如果业者明知超标仍贩售 还没采取异常处理程序 最高可罚300万元